花蓮崇德社区发展协会碧亚舞团精彩的开场表演之后 文化局和各与会嘉宾为崇德考古遗址特展来节目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馆研究助理姚淑宇导览解说 带领大家来到1300年前的崇德 花蓮县文化局借由这次的特展展出近年来崇德考古遗址发掘出来的精美陶冠 更结合3D建模技术模拟出考古现场环境 成为这次展览的主要主轴 文化会泰鲁格组代表达瑞达表示 透过这次的策展了解崇德这片土地上的历史 同时也让大家了解考古遗址的原貌 遗址代表过去我们人类过去的历史 还有生活的过去 这个过去我们要进一步去认识 经过这个绵长的历史长河里面 一直到现在 这个过去的遗址跟我们现在人类的 现在人的关系是怎么样 那这个就看我们现代人的 当代人的一个态度 那我们不仅要进一步认识它 同时我们这一代的人 更应该发挥这种文化遗址的 这样重视保存的这个概念 这代表说我们现代人类的素养 文明的提升 那透过这样过去 除了了解过去 同时也要了解我们现代的人 存在这个 那这个土地上 特别是崇德考古遗址 这个东西 以前这里就有一些人类的活动 这个人类的活动 在我们现代来讲 一般都看不到 那透过挖解之后才发现到 原来过去这边有非常 丰富的一个人文的历史在这里 这样我们就会认识过去 同时也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这个历史是从过去到现在 怎么绵延到现在 尤其是对原住民 历史的这个考古遗址的保存来讲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因为原住民在这个土地上 很长的时间 这个原住民之前 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类的活动在这里 我们把这些真实的面貌 透过遗址的这个特展 来面貌把它呈现出来 华南县文化局局长张远先生表示 希望藉由崇德考古遗址的特展 与部落主人们开启对话平台开端 而这次考古特展不仅是将 过去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 作为公开展示展览 更希望与部落主人们沟通讨论 起立思考 如何将考古遗址融入部落 遇过创新发展的可能 达成考古遗址与部落 共融共好的共同目标 就得中意所见不到 感谢观看